我们在这里做Shuttle Time的宣传 目的就是为了希望能够鼓励年轻的运动员 还有吸引小的那些孩子能够参与到羽毛球运动 然后希望他们能够有一天也能够成为世界级的运动员 因为我觉得有这些有名的运动员在他们面前做榜样 他们会更有欲望这样去提高 然后去达到这个很高的世界的水平 我觉得我希望能够成了一种的感动员 我觉得大伙子用了一种感动员 我希望能够成了一种的感动员 我想能够成了一种感动员 如果我会教的这种感动员 我觉得自己能够成功员 为什么能够成了一种感动员 我觉得真的好 所以他们已经从小开始比较好比较 所以我希望在未来,他们会更喜欢 我们也希望在澳洲,在澳洲,比较比较移动 我们也希望比较比较移动 女毛球现在是一个运动发展的越来越快 就是需要耐力性的那种爆发力 所以说这个是对身体速度的要求非常高的 需要更多的力量、速度和耐力 它需要很多的弹跳 因为我们每次在起跳上去杀球、打高球什么的 当然女毛球需要技术、战术和身体 这三方面都不能缺少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 对她的热情必须要很高 我也是很开心 因为我感到兴趣的兴趣 兴趣的兴趣和兴趣 兴趣的兴趣 所以我希望有很多兴趣的兴趣 兴趣的兴趣 兴趣的兴趣 兴趣 highlighting这都是好的兴趣 IIro 我只是对这些小孩子说 你打的非常好 继续努力 你能够完成你的梦想 你能够成为高手银河运动员了 klar With n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